當前香港局勢壓倒一切的急迫任務 是止暴治亂 恢復秩序 那麼831決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 具有法律效率的決定 香港恢復秩序之後 香港事務的處理 都要在憲法 基本法和相關法律規定的框架內 在法治的軌道上予以解決 那麼近期來香港一些違法犯罪的暴力分子 公然衝進大雜民法機構 暴力襲擊 肆意和毆打無辜的群眾 這些行為 在任何的法治國家都是嚴重的犯罪 都將受到憲法的承知 例如破壞一國兩制 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股門都不會得上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破壞香港的手術 除非破壞年輕彩的絲 破壞腦